最终的亚洲财经新闻焦点 莫过于旧时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解散国会 目前各政党也开始正式投入选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调 安倍经济学到底是对是错 要将施政的成果交给选民来评分 日本媒体日经新闻则是报道 安倍可能想仿效前首相小泉纯一郎 在2005年为邮政民营化而解散国会 最后得胜巩固政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天宣布解散众议院 同时推迟不得人心的增加消费税计划 日本媒体昭日新闻后续发表最新民调 安倍的支持率下滑到39% 不支持率升高到40% 是安倍就任以来首见 而昨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安倍晋三推迟消费税从现行8%增加到10%的决定 代表着他提振日本经济的计划 进入更激进的新阶段 政策重心将从削减债务向经济增长转移 日本媒体日经新闻表示 安倍可能有意仿效前首相小泉淳一郎 在2005年8月为邮政府民营化的法案解散众议院 后来小泉淳一郎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国会改选安倍把决定权交给人民 就看日本民众对政府还存有多少信心 根据日本选举规定 众议院解散之后 到12月14号选举日 候选人只有12天争取民意支持 如果选后 安倍领军自民党在众议院拿下多数席次 将又获得机会改组内阁 但如果丢掉太多席次 明年1月中众议院开议 将对安倍的经济改革形成更大阻力 新唐人国际编译综合报道